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烹山锅台湾 某班天前 唱什么客家歌啊 我又不是客家人 但是我会做超好吃的 姜丝炒大肠 食材有 大肠 老姜 葱段 酸菜 调味料有 黄豆酱 白醋 糖 米酒 香油 盐 我们先将酸菜切丝 接下来拿出你的大肠 大肠来咯 好臭啊 要让大肠去臭除黏液 就要靠 这个 要去除大肠的黏液 最好的方式就是用盐 我们用一根筷子将大肠内侧翻出来 加入盐巴搓一搓 再沖水洗净 接着将大肠切断 在滚水中加入米酒 将大肠汆烫 去除杂质后捞起备用 要来炒大肠咯 在锅中加入香油 爆香黄豆酱 姜丝 葱段 酸菜 加入米酒 白醋 糖 盐 調味 再加入烫好的大肠 拌炒到入味 Q嫩酸香的姜丝炒大肠完成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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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